武神主宰第5829章 连蚊子都不如 西语大圣恼怒不已 这一龙大圣真是白痴一个 为何会惹上这样的强者 废物 西语大圣心中愤怒 同时冰冷看着眼前的秦晨 眼前的秦晨 显然已经站在了巅峰大地的极限 这样的强者 整个南宇宙海 也就他西语大圣和雍国北天王等少数一些而已 只要放眼 要投靠某个顶级势力 在雍国随便封个猴 那是简简单单的 若立下大功劳 甚至还能封王 享用无数资源 毕竟谁也不会想到 这么一尊强者 会这么默默无闻 待在这南原城修炼 直到冲突才暴露出来 真是麻烦 西语大圣头疼不已 这家伙明明那么强 却非要装作默默无闻 如果早早把自己这等实力亮出来 自己也不会被如此轻易鼓动 落得一个进退两难的地步了 还抱着我不放 此时 秦晨瞥了眼一旁的处仓大圣 体内杀意黑合的力量 瞬间激荡开来 轰隆隆 恐怖的力量 一次次地冲击处仓大圣的肉身 每一次冲击 就如同有千军万马 在撞击着他一般 处仓大圣胸口 被撞击得血肉模糊 比起神体强度 这处仓大圣比秦晨差太远了 甚至相比西语大圣的黑夜河流的特殊大道体 也要雷弱一些 接连的撞击下 片刻间 砰的一声 处仓大圣被瞬间狠狠撞地倒退开来 每一步落下 大得都出现一个巨大的深坑 你 竟然如此轻易 就挣脱了我的束缚 处仓大圣脸色难看铁青 他一直以为 自己限制住了秦晨的行动 可没想到 对方其实完全有能力挣脱开他的束缚 却一直任由他抱住 可笑他还以为找到了合适的机会 西语大圣 此子 是故意引你出现 他这事 要将你我一网打尽 处仓大圣眼神冰冷 你若有什么底牌 速速施展出来 否则你我今日怕都要麻烦 处仓大圣扫了眼四周 此刻 整个南原城的大阵都已经升腾起来 恐怖的阵光 笼罩整个南原城的每一个角落 形成可怕的虚空禁锢 封锁一切 并且 南原城中 诸多势力的强者也纷纷升起 城主府所在 一尊尊可怕的机械堡垒悬浮 进阶散发着 接近巅峰大地的气息 这显然是有后期大地级的强者 催动机械堡垒 结合其中的诸多战斗军团 以及南原城顶级大阵的加持 将自身战力催动到了极致 这等依靠外力提升上来的实力 以处仓大圣以前的实力 自然是丝毫不惧的 轻易就能撕裂这些机械堡垒 对里面操控的后期大地进行斩首 可如今 有秦城这么一尊强者 虎视眈眈在外 若再有城主府的配合 一个不小心 他甚至有可能被留下来 彻底栽在这里 哼 你我联手 本做就不信 此人再强 能挡住你我二人的联手 西语大圣府看着秦城 虽然知道情况变得极其恶劣 可他依旧不准备退 如果现在退了 那他黑龙会的脸面 就被他丢尽了 老祖归来 必定饶不了他 秦城 本做到要看看 你究竟有多强 竟敢无视我黑龙会的威名 西语大圣 声音浩浩荡荡 嗡 他眉心之中 一道可怕的漆黑眼瞳浮现 伴随着那眼瞳的浮现 一道无形的铜光暴射而出 一瞬间笼罩秦城所在 那铜光中带着诡异的精神灵魂攻击 瞬间降临 西语大圣作为一位巅峰大帝 漫长的纪元中 他灵魂意志更是魔力到惊人的地步 而且他可不是 翼龙大圣这等鸡犬升天起来的巅峰大帝 而是真正从杀戮中成长起来的强者 灵魂意志之强 绝非一般 知道秦城肉身恐怖 甚至隐隐还压制着他 他立刻转换攻击方式 催动灵魂攻击 开始全力以赴 哄 可怕的灵魂意志 如同一柄利刃 狠狠刺入秦城的脑海之中 西语大圣小心 此子的灵魂意志极其恐怖 我先前就曾吃了亏 畜仓大圣立合出生 与此同时 身形暴力而出 踩着西语大圣所化的浩瀚黑夜和踏浪而来 身形在一瞬间模糊起来 瞬间化作十八道残影 只见这十八道残影 从四面八方杀向秦城 形成一道大阵 封锁虚空 每一道残影的攻击都不一样 当这十八道攻击彼此接近之时 一种独特诡异的气息弥漫而出 让所有观看之人心神悸动 宛若要被利剑穿心一板 哄 并且触仓大圣的十八道残影之中 一瞬间涌动起来恐怖的大地和灵魂之力 这是他在燃烧自己的大地本源和灵魂 又要爆发出自己最强大的攻击 是我天外天的暗杀秘书 残影月圈 决心瞳孔一缩 心中大惊 这套秘书 他曾有幸见识过 是以独特手法 演化十八种不同大道规则 最终结合在一起 形成可怕的大道共鸣产生恐怖的杀伤力 这是调用大道神通级的攻击 再结合燃烧大地本源和灵魂本源 这一击将是何等可怕 决心根本无法想象 触仓大圣 西域大圣 一灵魂 一物理 两道恐怖的攻击几乎同时袭向秦晨 轰隆隆 秦晨脑海之中 可怕的轰鸣声不断响彻激荡 只见一道道蕴含毁灭气息的黑夜灵魂河流 在他的灵魂海中肆意激荡 可秦晨脑海中 却一股恐怖的灵魂之力 升堂而起 化作可怕的灵魂屏障 任凭西域大圣的黑夜灵魂河流 如何攻击 都无法撞开一丝一毫 什么 你的灵魂力 为何会如此强 西域大圣面露震惊 在灵魂层次方面 秦晨魔力的无比坚韧 他的灵魂攻击 根本无法对对方造成太大的伤害 灵魂 肉身 都堪称双绝 简直变态 这是怎么修炼的 轰隆隆 而在西域大圣 震惊秦晨灵魂之力的同时 触仓大圣所画的十八道身影攻击 也已然汇聚一点 燃烧着可怕的本源和灵魂气息 顷刻间狠狠披在了 秦晨身体的各个部位 头颅 眼喉 眼睛 下铁 心脏 十八道攻击 形成独特的杀戮阵法 彼此力量融合 刹那间轰击在秦晨身体上 一瞬间爆发出来毁天灭地的力量 这是神通秘法 的确厉害 在燃烧本源和灵魂的加持下 威力比之前的攻击 一瞬间强了几乎数倍 秦晨冷漠看着触仓大圣的攻击 这也是他 换作普通巅峰大帝 哪个敢如此应接这么恐怖的攻击 在他的目光下 触仓大圣的攻击 落在他的身上后 瞬间传递来一道可怕的穿透之力 可这一股简直足以洞穿宇宙海虚空的攻击 在刺在他的身体上后 就如石沉大海一般 竟是无法寸进分毫 什么 触仓大圣惊恶 看着自己的攻击 刺在秦晨身上 一脸惊恐 因为 他的十八道攻击 无论是 刺在秦晨大道体的哪一个部位 都没能穿透秦晨的肉身 甚至连皮肤都没有轰破 并且 他十八道攻击中 也蕴含可怕的灵魂攻击 可当他的灵魂攻击 进入秦晨脑海 和细雨大圣的攻击 一同撞击在秦晨灵魂薄膜上的时候 却如浪花拍打礁石 一瞬间粉身碎骨 就这 秦晨看着两人 太弱了 一个的灵魂攻击 就跟苍蝇一样嗡嗡乱叫 另外一个的物理攻击 就跟蚊子一样 不对 连蚊子都不如 秦晨微微摇头 在绝对的实力前 一切的手段 就跟花里胡哨的马戏一样 让人看得可笑 如果只有这些 那就死吧 秦晨右手猛地探出 哄 秦晨的手掌 就如同巨大的斩天利刃 带着催枯拉朽的可怕穿透之力 一瞬间出现在了 处仓大圣的胸膛之前 攻击位置 处仓大圣胸膛之中的大地之心 便已传来剧烈疼痛 不好 处仓大圣大惊 身形急忙暴退 想起了某些传音 焦急大吼道 西语大圣 救我 破 他话音未落 秦晨的手掌 便如利刃一般 轻易撕裂他的肉身 探入他的大道体 狠狠攥住了他体内的大地之心 然后猛的一把 不 处仓大圣惊恐低头 就看到自己的胸口 不知何时出现了一个大洞 大洞之中 他的大地之心 已然不翼而飞 他惊恐抬头 就看到秦晨抬起的手中 抓着一颗流转着 惊人大地之力的大地之心 那大地之心碰碰跳动着 不正是自己的大地之心吗 我 堂堂天外天混沌级杀手 巅峰大地级强者 竟然被掏心了 处仓大圣眼前发黑 脑海一瞬间都梦了 破 失去了大地之心的他 就如泄了气的皮球 修为瞬间暴跌 顷刻间就跌落到了后期大地境界 并且变得极其的虚弱 完了 处仓大圣如冰死之人 欲要抓住一根稻草般 绝望看向不远处的西语大圣 走 西语大圣却是看都不看他 同样眼神惊木 化作浩荡黑夜河流 一瞬间暴涌向南原城外 无尽的虚空涌动 逃离而去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